是這個表演 幾個人玩啊 這個畫 我們團隊是有五個人 再加上日本當地的 加起來大概快20個 20個一起玩喔 唉唷 最高紀錄一個畫要練齊95次 因為 一個顏色錯的話 就等下重複再重來 需要事先構圖嗎 需要 我們會先從電腦開始構圖 分配顏色 就是不要做機密的調 他們是很認真的 對啊 用電腦 平常在創作寫歌的時候 我都是在洗澡很放鬆的時候 那譬如說像你們創作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定的時間 或者是特定的方式 就是來激發那個靈感 你說五個人邊畫邊腳底按摩 就這樣 如果舒服就兩腔出去 等一下 好舒服就兩腔出去 這就是在坐著啊 像畫嗎 我們會以這個地方為標準 就像說我們在柏林的時候 我們用Bismark的圖像 然後在我們再去日本 Bis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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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Bismark是誰 德國的一個首相 鐵血首相 鐵血首相 真的有小問題 現在你真的很快 好厲害 好厲害 好精采喔 對 只吃一個 吳老師 畫 Jeffrey利用七難射擊來作畫 風格相當獨特 還曾授邀至日本表演呢 真的假的 第三位 楊戴彥來囉 歡迎 歡迎 楊戴彥 也是一個小朋友 但他卻拿到冠軍 最後這位楊小弟弟 他又擅長什麼呢 保證讓你大吃一驚 他拿過 什麼 二十幾次的冠軍 這麼厲害喔 什麼冠軍 他才幾歲 才九歲耶 我拿過二十一次 剛好多那一次 什麼的冠軍 你不只拿二十一次 你每天都在拿 我已經破百了啦 破罩都有 對啊 你拿什麼冠軍 空手道 大聲一點 什麼 空手道 空手道 這很厲害 看不出來 什麼看不出來 剛剛就已經看到 除了麥克風以下 他手上拿什麼來的 是不是空手道 就是空手道 空手道 拿了兩串香蕉 來拜訪叔叔也要帶點詩人 打敗三十幾國四十位選手 他曾經代表台灣參加世界賽 拿下冠軍 講一講那一次 有多少人 你說出來 你跟誰打 伊朗 伊朗 哇 伊朗很厲害 伊朗空手道 伊朗的空手道很厲害 對啊 真的 你怎麼知道 比賽的時候 通常決賽都是伊朗那些國家 跟台灣 那妳用哪一招把它撂倒 還是摔角 還是摔角 灌籃